下面进入扣饭环节 罐牛就得扣饭 东北公主的下午茶 看到我这个大农庄就知道 我刚才又去拍写真了 来哈尔滨怎么能不吃俄罗斯菜呢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梳过头发了 感觉是像我20年之后会梳她头发 大餐来了 哇 今天的午餐还是比较丰盛的 牛排先整上 哇 这个汁是真的不错 7分手 此时一位公主正在优雅的切着她的牛排 庞氏应该来到哈 最厚的 然后这块是一斤 现在是桌上的菜就结了 这是一个冷酸鱼 很浓重的就是那种 番茄香气 酸酸的汁 洋葱和胡萝卜 好脆啊 奶汁烤 啥饭 我爱吃这个 俄罗斯 绝对 今天咱们要把小时候吃的 俄罗斯的菜 经典 全都在弄 奶香味可浓了 然后中间是蔬菜 我吃到一块香菇肉头的 它边上这是土豆泥 这个好吃 是这种奶奶的东西 太好吃了 豆泥也是这种特别细的 还有火腿 这个汁是好吃的 我点的是牛肉汤 这怎么觉得比罐牛还红 素皮真香 哇 很浓很浓的番茄香 来 下面进入扣饭环节 我也扣 扣 扣 扣了 我扣了 我也扣了 牛逼 我也扣了 人生的第一扣 恭喜杨总迎来人生第一扣 这味就对了 就得 罐牛就得扣饭 它这个米特别的香 颇粒分明 米香味贼足 哇塞 太棒了这个 真香 真香 不愧是中国粮仓 虾仁来一个 它是裹过 糊之后 然后感觉炸了一下 然后再闷 所以它是外头有型那个护皮 最后呢 一块拿破仑结束 它是脆皮蛋糕 脆皮蛋糕脆皮 然后比较厚的奶油 这个奶油的脂肪 像我在吃三宝乐那个 奶油耗尿里面的那个奶油 整体蛋糕就很香 好像撕撕那个 这个就很熟悉了 这个米饭是真香 烤杂瓣好吃 好大瓣我最爱 优雅公主的午餐就结束了 一会优雅公主去吃下午茶 看一下点的 谢谢 东北公主的下午茶 哎 热气腾腾的两大碗汤肉啊 还有一碗酸菜汤 还带一大块骨头 还有粉丝 哎呀 这家伙 这下午茶 哦 哦 哎呦 呵 真香哎 它是那种就是 传统的就是那种 咸汤 酱油汤 然后肉巨烂花 整体还是瘦的比较多 瘦的然后上来带一点皮和肥肉 哎呦 真香 嗯 你要说它有什么特别的酸味 其实它就是肉汤 咸香 可是感觉 这锅汤应该冻过很多的肉 有一种很深沉的味道 还好我比较机智 就加了一份茶肉 哇 你把它处一处 哇 你听那个肉汤 半个米饭呢 这一笔不色 这不是边 这不是边 这不是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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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肉汤 不是勾翅的那种 它就是肉汤 微微 蒜色的感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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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太香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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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无华 尖深沉的炖肉香味 哇 哇 哇 我太喜欢 哈尔滩了 今天的下午茶非常到位 人非常多 现在是下午3点09 然后基本上处于一个坐满的状态 这个酸菜汤加辣椒拍也香了 这个辣椒 像是那种 就是烧辣椒 反正就 哇贼香 它是干的 但是都可以溶于那个汤 杨总开始了 真是为难他的连着吃两顿 刚吃完条肉就下雨了 哈尔滨的雨也是说下就下呀